王嘉尔回归拜托了冰箱,减肥后体重引热议,女粉看完表示羡慕了,拜托了冰箱这档综艺节目在国内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一直是非常高的。 从第一季到第六季经历圈内很多的嘉宾,也见证了好多人的变化,这部综艺是引进韩国的同名综艺,算是明星美食类脱口秀节目。 在节目中各位明星们都能畅所欲言,在录制节目过程中烧得吃饭烧得聊天,所以这档节目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还是挺不错的。 之前一直是由何炯和王嘉尔来主演的,不过在中间王嘉尔有过一段时间离开,由魏大勋作代班主持也让大家看到了魏大勋不一样的一面。 近期王嘉尔回归节目也引发大家关注,王嘉尔从74减到了58.2的体重算是非常努力。 对于一位男嘉宾们来说不到120的体重已经是很满足。 王嘉尔在节目中也透露了自己当时的大腿是非常服务的,为了保持体重体型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 毕竟明星艺人们都是靠身材颜值来吃饭的,所以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是很重视的。 也难怪王嘉尔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重。 相信众多女粉丝们看了王嘉尔如今的身材体重后也非常羡慕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